學歷署 楊署長 京委員好 楊署長好 來跟你請教一些關於中台灣 尤其是台中部分治水的一些計畫 我相信在過去十年內 我們中央政府編列了相當多預算 在整治就是流行台中流域的這些 不管是跨縣市的中央館或是地方的河川 其實是有一定的績效 這一點我要表達肯定 包括是大理西的整治 那三期的計畫 預算也編列我相信也將近一兩百億 那這一段包括漢溪或周邊的這些區牌 其實是不只是為了治水 事實上對於整個地方縣市合併之後 過去這些河川在縣市的交界比較是三不管 那中央從這個七二民都立颱風 這個之後特別預算 全力的預住啊 我們已經看到一定的成效 那現在就是說 縣市合併之後 事實上很多原來是中央管的河川啊 可能要變成啊 由直轄市啊 來負責治水或清水的這個工程 跟工作 那事實上我們也了解 縣市合併之後財政是困難的 所以還是相當仰賴中央 能夠啊 我們講說必其功於一義啦 功德做完完的 能夠把一些關鍵地方的治水啊 跟清水一併來完成 那我想了解就是說 整個這個大里溪的水溪的整治裡面 在縣市的交界很重要是漢溪 那麼漢溪的計畫 我想從上游啊 繼續延伸 或往下游去做治水啊 有一些其實預算是還沒有完整編列 所以我想了解說 這個部分啊 尤其是在縣市交界的地方 曾經水利署啊 也編列了將近20億的預算做康橋計畫 康橋計畫就是結合 包括中興大學 還有縣市政府 我認為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工程 就集中在大概接近一公里啊 這個中興大學附近 而中興大學也答應來維護 後續的整個管理 那這個我想對中央地方 跟對大學是三營的一個做法 可是我也了解說 這個即將要完工 那麼 也有所謂康橋 但是那一條橋好像 不知道誰應該出錢好像沒有了橋 或是變成一個簡易的便橋 還是變成一個人形的路橋而已 就這一點 待會請我們的這個 楊署長回答一下 那我今天特別要再問的是說 其實漢西在這一段 目前的這個淹水問題也許比較沒有 可往上游 就是到這個所謂的 我們知道的這個 六順路啊 或者東門橋那裡 那整段 的一個進一步的 綠美化清水工作 其實中興大學也是很樂意啊 來承擔 也許未來維護 因為他們有農學院 結合起來的話 使這個康橋 小康橋變大康橋 往上游去延伸 那為什麼重要 是因為 縣市合併之後 也許這一些 河川的治理 就歸由市政府了 在三四年後 那可能會形成一個三不管 就反正中央現在未來 也許就地方政府負責了 直轄市政府 那地方政府反正認為說 反正這本來中央做的 他也沒有預算跟急迫性 所以往上的延伸 涉及到清水綠美化 我們的水利署 我們工鐵做到這裡 還能夠有什麼樣的資源 或什麼樣的協調 在這個過渡期間 能夠來協助的 第三個就是往下游 因為下游還是有淹水的問題 因為綠川進入到漢溪啊 那整個上游的這個整治 我告一個段落 可是會影響到台中縣過去 大里樹王到中頭公路之間 而這個也經過好幾個立委 我們不斷的這一個敦勤啊 水利署喔 能夠盡快的把整體的計畫 能夠來規劃出來 預算能夠編列 而且最好是 一併連那個清水的一個空間啊 跟流域喔 也一併處理 所以我就這三個問題來請教署長 除了往前看肯定你們的成績之外 往後看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是 謝謝委員 對這個地區 可以看得出來 委員對這個地區 這個排水系統 遼弱執掌 目前確實 縣市和平之後 有13條的 原來是由中央所管的河川 在103年的年底 就要移交給台中市政府 那我們也了解 市政府目前 在接管這些河川之後 會有一個新的這個風貌 所以目前的移交之前的這些工作 都跟市政府非常密切的合作 把市政府的意見納進來 盡量在我們還沒有移交之前 把急要段的部分把它整治完成 好這個是第一點跟委員報告的 那第二點就是目前 其實在97年的凡那比台風的時候 中部地區還有一些新的災情出現 那這些災情呢 目前的這些重點的防治工程 都在積極的進行當中 這些是比較靈散的 那我們也是希望在103年移交之前 把它整體完成 那第三點就剛剛你提到的 在中興大學附近的漢西的河段 確實這一段未來會有一個新的一個風貌出現 整治工程都陸續在進行當中 這剛剛跟你報告103年之前 會有一個急要段的部分都會完成 那目前缺少的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學校旁邊是不是有一座橋 它什麼名字 這個大家可以來幾十廣益 那這個部分呢 目前我們是已經跟市政府 跟學校有一個默契 在近期之內 希望邀請大家 共同來看看這個地方的發展 就學校的立場 就地方的立場 還有就水利署可以記住的立場呢 把它一個完整的構想把它提出來之後 那因為這座橋是一個新的橋樑 水利署能夠協助的 我們會盡量來協助 但是呢 必須要由地方政府 跟學校要有一個共同的一個默契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的 完成之後 任養保護這個整個的維護管理的問題 那當然市政府也要盡 它應該盡得這個責任 那經費上面呢 我們是希望大家共同來分擔 當然是市政府跟水利署來分擔 主要的部分 那目前這個計劃 正在進行當中 好 就這個橋 應該是在一億以內吧 呃 這個要看它的規模 如果要把它做的比較簡單的話 我們曾經估計過大概三五千萬可以解決 但是地方的想法 好像是比較 豪華一點 或者是說比較花樣多一點 那這個部分是可以檢討的 我想這個部分就我剛剛提到的 必須要有地方 學校跟水利署共同來檢討 那假設它是一個景觀的設計的話呢 可能還有其他的功能 那也許它的造價會比較高一點 好 也就是如果說 只是三五千萬的話 齁 就整個原來工程 是不是可以涵蓋這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 大家共同做下來檢討的原因 就在這 假設它是一個經費不多 大家可以接受的話呢 水利署可以協助 當然我們是盡力協助 那假設地方是未來有一個非常長遠的 或者是一個比較結合地方的觀光發展的計畫 那這個時候 大家可能要詳細的來檢討怎麼分攤經費 好 怎麼樣從康橋變成大康橋 因為政府投資這麼多 在烏溪水系 大里溪水系 漢溪水系 還有周邊區排的整治啊 過去的治水很少針對中台灣的 淡水有很多啦 或南部的河川也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啊 就差這麼最後一里路 所以我剛剛會講到 往上游啊 再延伸的2.6公里 或往下游的一個漢溪啊 這個排水中頭公路啊 到濟傘路啊 整個這一個濟傘橋這個之間的環境營造工程啊 以及更往下游 一直到這一個 這個整個大渡溪 這個部分往上游往下游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分階段來實施 而不要因為縣市合併啊 這個交接期間整個拖延的程序了 那幹委員再補充報告 就是103年之後 因為我們新的治水計劃 就剛剛提到了 我們現在在跟地方支援的 八年八百一的計劃 新的後續計劃正在進行規劃當中 那沒有完成的部分 像您剛剛提到了 往上跟往下延伸的部分呢 都在後續計劃裡面把它放進來 那目前這個整個規劃都已經規劃了 所以要做哪裡我們很清楚 只是經費的這個匡列呢 我們的後續計劃也會把它匡進來 好 我想地方 其實台中真的很需要一條美麗的河川 是目前幾乎是都沒有 所以包括法子溪也好 或包括周邊這些 其實在2008年有一些預算 其實是稍微有 停滯或者是說 有重新再編列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說公店做得完完 所以我也是很支持 我們水利署大膽的提出 讓中台灣也可以有一條漂亮的河川 南部有愛河 宜蘭有這個東山河 台北也有現在淡水河 基隆河的整治 我說一條把它做好 做幾十條 所以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二位